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现在直至成佛的所有愉快和享受 都来自善念 善的动机 善行的结果 真爱他人是真爱自己的最佳光石 我们越为他人奉献自己 自己的安乐就越迅速 越容易低升起 这是安乐的自然发展历程 这意思是我们要过慈悲的生活 慈悲的重要 佛法有很多种法门 包括了数百种不同的真言和各种禅修法门 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自卑心的羞耻 少了自卑心 即没有任何法门能引导我们成佛 甚至会成为轮回的因或堕入恶去 抵御恶鬼道或畜生道的因 无论一个法门被认为多么的深奥 如大圆满法或无上与其密序的圆满字笛 如果不以善心 利益他人的发心来羞耻 不仅没有利益 反而会造成伤害 其实你的生活完全被工作和家庭责任所占据 如果你将最精华的羞耻 自卑心 劳逸他人之思 带进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当中 他就成为最好的活法羞耻 成为你自己 以及能带给一切有情众生 安乐和成功之善因 无论你如何过日常生活 笔观学习佛法 持送于鬼 持真言 或沉浸于工作之中 如果不让慈悲远离你的心 如果不让慈悲远离你的心 而能让心安住于饶益友情之信念中 你所做的一切 你所做的一切 就都是为他人的福祉福 如果你以菩提心的动机 慈悲心 饶溢友情之信念 来发表一场演说 每一字 每一句 都会产生大善严 大音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演说 是以希望一切友情 获得安乐为发心 同样的 如果你 以对一切友情 心怀慈悲的动机而吃喝 你吃喝的每个动作 都造下浩瀚如虚空的功德 因为你积聚了无量的善业和安乐因 因为你积聚了无量的善业和安乐因 来修持其请文 持真言 禅修 这些法门 会成为不可思议的善巧方便 能积蓄广大的功德 禁除心向序中 未结的障碍和恶业 你以菩提心 慈悲心 利益他人之思 所做的每一项行为 都成会为一切友情的安乐因 菩提心 能转化你的生活 总可把大师实证了菩提心 舍自己 而只珍爱他人 菩提心 悲心 慈心的成就 能彻底转化你的心 菩提心的成就 能扭转乾坤 他给你一种新的态度 一颗崭新的心 那种克主杰仁波切谈道 宗科巴大师时 所提到的心 每一次 你呼气或吸气 都带给一切友情安乐 宗科巴大师 将佛陀教导的成佛之道 浓缩为三个主要的念想 处理心 菩提心 极空正见 这三要道引导至解脱 恒常的安乐 彻底从轮回的轮转苦去中处理 圣道三要的修持 斩断了一切苦的根 斩断无明无知的心 并带来成佛的无比大乐 如何最有效利用我们的生命呢 就是以慈悲和智慧过后 光是慈悲并不够 我们也需要发展智慧 智慧来自于聆听正确的教法 思维并修持他们 仅仅听闻佛法 就能对心相续 产生极具利益的影响 甚至是畜生 他们不仅能投身为人 也能获得不提道上的高正量 比如见到的正量 生命的目的 不只是解决自己的问题 获得自己的安乐 生命的目的 是要对其他友情有贡献 利益其他众生 无论是一位或许夺为众生 活着的真正理由 是为了要帮助 其他无量众生利苦 并引导他们 获得成佛的殊胜安乐 那就是我们生命的意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能以持普世责任的正念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 走路 坐卧 工作 吃东西 无论你做什么 都会被这种正面的心念转化 你身与意义的每项行为 都立即变成利益他人的行为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这种普世的责任 要带给一切友情最究竟的安乐 要经常禅思 我对一切友情的宁静 与安乐负有责任 一旦你升起 我对一切友情的安乐负有责任 这就是我生命的意义 这样的念头 感受到这普世的责任感是 下时间 你所做的一切就完全转化了 当你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利益重真实 你的工作变成为众生而做的工作 你的行为变成佛法 这就是你能做的最佳修行 因为整个生活都可以变成你的修行法 你做的一切都将变成获得安乐 及成佛的因 你整个日常生活 将带领你越来越接近佛地的究竟解脱 只要你能在心中牢记 生命的意义需要带给一切友情安乐 并对此生起责任感 能维持这种心态 再三意念这一点 将为自己的生命带来极大的意义 如此一来 你就会自然而然 自动地利益他人 我们每日生活中的安乐与困难 都来自我们的心 无论我们在任何时刻经历到什么 都依赖于我们的思维方式 我们的概念 我们的态度 态度决定我们的感受 当你由衷希望自己能安乐 利益他人时 无论你做什么 都变成利益其他友情的行为 你能带给一切友情安乐 此事和未来时的安乐 解脱和正等更绝的常乐 这一切都有赖于你对众生所怀的慈悲心 这一切都从你自己的慈悲心而来 因此 是你可以在心中培养的最重要的人格特质 慈悲善心的修持极重要 在生活中的各种境遇 都需要慈悲心 慈悲是一切安乐之源 当你和家人生活在一起 你需要慈悲心 没有慈悲心 你的家庭生活将充斥着问题与苦难 当你做生意时 你需要慈悲心 不然你会经历到许多挫败 不乐与不满 在学校教书时 你需要慈悲心 在学习时 最好是以慈悲心学习 透过这种方式 你的学习变得饶富意义 有益于其他友情 你的生命变得有意义 你的学习也变成对众生的服务 怀着慈悲心而活 能将返庸的生命 彻底转变为超凡 而有意义的生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012-001-202-608 有关弘扬佛教教义 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 供灾点灯慈悲施食 要供焉供 新逢定光古佛圣诞 慈悲至夜高雄分会中山书方举办公佛摘天 祈福法会 恭请战山法师祖法 战江法师赞同法师领众 日期1月27日大年初六星期五 时间上午9点 地点屏东庙云寺 屏东县万丹乡新安村 大兴路175号 恰寻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静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 供慕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供修 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中山书方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要师如来书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 慈悲至夜 云林观音讲堂举办 恭送金光明经法会 恭请慧泰和尚主法 日期1月29日星期日 到1月30日星期一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 余宁观音讲堂 余宁县虎伟镇 新南里 逐围60-3号 里斯特加油站后面 恰许电话 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余慧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法会期间 每日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 备有接驳车 地藏菩萨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呈一亿倍 慈悲至夜 云林观音讲堂 于1月13日 特举办八观摘戒 即念佛法会 恭请慧态和尚主法 善男子及善女人等 言辞清净戒法 种植出世善根 主法慧态和尚 开示中提醒戒子们 谨慎守戒 文殊菩萨 教你有智慧 为什么智慧 为什么开智慧 你不唱我的时候 怎么知道 你犯错误 所以 有了文殊菩萨的 加持你的智慧 到最后普行完 叫你奉行去做 果真如实去做 由 戒师来给你授 授戒一样 后面就跟你讲 一一讲的八观摘戒戒情 我能知佛 我能辞 见能辞 一定要守住 今天 不可以望远其欲两只恶口 不要 授完戒之后 中午出完饭 回去家里面休息 就开始望远其欲两只恶口 你今天要犯戒咯 你今天受八观摘戒没有用 没有戒体咯 功德跑光光 不要以为没事情 反正受八观摘戒好没有 你受多少个八观摘戒 你的戒体有没有护你身 你自己心里明白 别人不晓得你自己知道 回去之后又开始浮言乱语 胡说八道 今天所受八观摘戒 完全都没有功德 没有福德应援 完全就没有了 所以谨记的 他一定告诉你 一条一条文 你已经讲能辞否 但是你回去又忘了 还是一样 好忏悔 往昔所造作恶业 往昔不是以前 当下就是 做错了就忏悔 然后佛行王菩萨摩萨 就是我要奉行 我要做 不要光说不练 那你今天所受八观 完全没有意义 浪费时间 不杀生 不偷盗 不忘语 不饮酒 不着香花蔓 不香油涂生 不歌舞唱祭 不网观听 不坐卧高广大床 不非时时 为八种戒条 无量寿金云 灾戒清静一日一夜 盛在无量寿国 为善百岁 幽婆色戒金云 受持八观灾戒 除五厘罪 其他一切罪 席皆消灭 又说 若能如是清静 受持八观灾戒者 世人则得无量果报 志无上乐 午后 恭请主法和尚 带领念佛 戒子们放下五欲六成 口诵南摩阿弥陀佛圣号 阿弥陀佛是世出世间的 第一等大善人 一心支持明号 你的心跟他的心相应 积聚资粮 尽致业障 除了自心清静 亦将修行的功德 回向给众生 更祈祷新的一年 世界和平 国泰民安 道业精进 生命电视云林采访报导